中日书法展览优秀作品颁奖典礼 今天上午10点钟在国际历史博物馆进行 由中日文化经济学会理事长何颖兴 跟中国思想学会理事长马寿华主持 何颖兴首先颁奖给参加第32届 中日文化交流书法展览的得奖人 陈维章 耀俊木 彭西桃等29个人 请讲的各界人士都有 有老先生 有公务员 有新人 也有小孩子 接着中国思考学会理事长马寿华 也颁发了参加中日清善 数法展览的优胜奖的得奖人